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引人深思的问题 如果美国总统选举出现平手 将会发生什么 在这个不常见但并非不可能的情境中 两位候选人若个获得269票 选举结果将由国会决定 展开一场应急选举 这不仅可能改写历史 更可能让我们见证政治力量与民意之间的博弈 如何影响国家走向 透过回顾过去的选举历史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并非第一次 例如1800年的选举中 杰斐逊和博尔的平手局面 让国家濒临内战边缘 最终由众议院选出总统 这提醒我们 选举结果不仅是数字的游戏 还是党派之间的权力斗争 未来的选举中 无论结果如何 平手的可能性及其后果都将成为热议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在政治舞台上 罕见但极具挑战性的情景 如果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现平局 将会发生什么 这一问题源于一篇来自Telegraph的文章 该文章探讨了在美国总统选举中 可能出现的平手局面 并分析了此类情况的处理机制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胜负归结于一个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 总共有538张选举人票 候选人需要获得至少270票才能赢得大选 然而虽然不常见 但选举结果出现平手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如果两位候选人各获269票 那么美国将面临没有明确胜者的局面 同时 这种平局也可能因第三方候选人赢得足够的州 阻止主要候选人达到270票而发生 尽管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 因为第三方候选人的支持度通常不足以赢得任何一个州 如果平局真的出现 解决之道在于国会 这一过程被称为应急选举 在这种情况下 众议院将决定下一任总统的归属 具体而言 众议院将从获得最多选举人票的三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总统 每个州的代表团有一票 候选人需要获得26个州的多数支持才能胜出 与此同时 副总统的选择则由参议院决定 参议员们将投票选择副总统 候选人需要获得51票才能当选 不过 这一机制带来的结果通常与党派政治密切关联 因为国会两院的投票往往沿着党派线进行 因此 应急选举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1月的国会选举结果 如果民主党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并赢得众议院 那么民主党候选人几乎可以确定当选 反之 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并保持众议院的优势 那么共和党候选人上位的可能性就很高 一个有趣的假设是 如果国会分裂 共和党控制众议院而民主党控制参议院 理论上可能导致一个交叉党派的政府 比如由共和党的总统和民主党的副总统组合 这种情况虽然听起来矛盾 却并非完全不可能 这一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 托马斯·杰斐逊与亚伦·博尔各自获得了73票选举人票 最终由众议院决定了杰斐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 当时 国会投票经历了数次僵局 国家一度面临内战威胁 但最终政治协议避免了危机 这段历史与当前的政治制度共同提醒我们 选举不仅仅是数字的展示 更是政治势力和民意的博弈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虽然选举制度和政治环境有所变化 但选举的结果依然可能引发全国性的讨论和政治动荡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这种平局的可能性促使人们反思选举人团制度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选举人团制度的支持者认为 这一制度能够保护小州的利益 防止人口稠密地区主宰全国选举 而批评者则认为 这一制度可能导致选举结果与全国普选结果不一致 因此不够民主 同时选举人团制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也加剧了选民对选举过程的疑虑 这种潜在的平手局面也给两党候选人在竞选策略上带来挑战 候选人需要更谨慎地选择竞选重点和资源配置 以确保能够赢得关键州的选举人票 此外第三方候选人在选举中的角色也需重新审视 尽管他们目前的支持度不足以赢得州选举 但他们的存在和影响可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改变赛局 在政治上 这一情景可能加剧党派分歧 特别是在平局结果需要通过国会决议的情况下 可能导致政治僵局和政策制定的停滞 在民众层面 选举结果的悬而未决可能引发对政治进程信任的下降 甚至引发社会不安定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1800年的选举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先例 显示政治妥协和制度改革如何避免危机 正是在那次选举之后 第十二修正案得以通过 旨在改善选举中的制度漏洞 尽管平局的情况极为稀少 但它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 随着党派激化和社会分裂的加剧 任何选举的不确定性 都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因此选举制度改革的呼声 将在未来的政治讨论中持续存在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希望通过我们的解析 您对美国选举可能出现的平手局面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应急选举是指在 无法按照正常程序 举行常规选举的情况下 为确保民主制度的持续运行 而临时举行的选举 这种选举通常在突然发生的政治 或社会危机不可抗力事件 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进行 其目的是快速填补重要职位的空缺 或解决紧急的政治问题 背景来看 应急选举的设置 主要是为了保证政治体系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 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国家 政府的正常运作 需要个主要职位的填补 和选举周期的规律性 然而当突发事件 如国家领导人去世 辞职 被罢免 或者自然灾害 社会动乱 战争等 使常规选举 无法如期举行时 应急选举 就成为必要的制度安排 来确保政府的运行及合法性 历史上 应急选举的实施 可以追溯至许多国家 面临紧急政治状况的时候 例如 在美国 如果总统职位突然空缺 副总统即刻继任 但若副总统职位也空缺 便可能需要进行应急选举 在英国议会之中 若首相辞职 且无法通过正常党内程序 迅速选出继任者 可能需要举行应急选举 来选出新领袖 此外 在一些国家 地方或国会席位 因不可预见事件而空缺时 会举行补选 作为应急选举的一种形式 数据显示 应急选举的频率和形式 各国不一 取决于各国的政治制度 和法律框架 大多数民主国家 会预先制定相关法律条款 来规范应急选举的启动条件和程序 以确保其合法性和公正性 应急选举通常具有时间紧迫性 因此在进行过程中 可能会在选举规范 选民准备 投票方式等方面 做出特别安排 以应对挑战 在当代 应急选举在全球化 信息化的背景下 更为复杂 迅速地传播和资讯透明 也对选举的公正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美国选举的可能平局情景 揭示了政治体系的复杂性 与脆弱性 尽管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但并非不可能 选举人团机制 本身就是一种古老的折中 考虑到了各州的权利 与民主原则之间的平衡 然而 这一机制在现代政治中 日益显得过于僵化 当选举结果 可能因几个选举人票的分布 而导致国家走向不明时 其缺陷便暴露无遗 更甚者 第三方候选人的出现 虽然理论上可能扰乱选举结果 但实际上 由于民调支持率过低 很少能够起到实际作用 这也反映出 美国政治中 两党垄断的现状 如果选举结果出现平局 国会将发挥关键作用 这揭示了美国制度的另一层复杂性 即立法机关在行政选举中的终极裁决权 在这种情况下 众议院按州代表团 而不是个人议员的投票方式 将使得小州的影响力被放大 而参议院则负责选出副总统 这样的安排虽有其历史渊源 但在当代政治斗争中 往往被解读为党派力量之间的较量 选择总统的程序政治化 可能使得国会政治在选举年更加紧张 并可能激化党派对立 历史上类似情境的出现 如1800年选举中的僵局 提醒我们政治危机潜伏的可能性 尽管最终和平解决 劫匪逊的胜利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妥协和幕后交易 这段历史不仅强调了政治精英的责任 也提醒我们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依然存在于今日 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 不仅是对选举制度的考验 更是对美国民主核心原则的挑战 选举的结果不应仅被视为一场数字博弈 而是反映了深层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博弈 影响着国家的未来走向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